HELLO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漫迷早安節目 第一節就和大家講了我們前方的情況 或者一個困境可以這麼說 現在這一節就講關於續約的情況 和一些可能後防的情況 金仔 肯定 離漫約的機會很小 因為正如之前所說 和拜仁已經走得很近了 而且根據Fabricio Romano 說 由於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開出來的合約 無論是給球員的合約 或者是給他經理人的錢 都是不夠拜仁好 除非下星期曼聯突然間 7月1日之前 扔了一屆錢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擺不到阿Keym的 所以中堅來說 迪莎士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都搞不定 就很大機會 如果要留一些錢 中前場的話 就會是 後防用回原班人馬 OK 這一節就和大家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迪基亞的 大家都很奇怪 為什麼迪基亞 續約搞這麼久呢 因為 源自三月尾的時候 就已經說到 非常接近的了 這個續約 但到了現在這一刻 仍然是未續約 未簽的 也沒有什麼大的進步 但是又是說 很大機會續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就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迪基亞 就已經開宗名義 就說很想留下 這個一直都是這樣說 他也公開說過 但是 現在等什麼呢 原來就是等曼聯 曼聯 就一直都沒有開綠燈 去答應 去續約 非常之奇怪的情況 由於 之前 就有些其他媒體 就說 在更衣室裏面的資訊 就說 迪基亞可能離開 Ferbisio Romano 亦都解釋了 他說為什麼 更衣室會有 這些資料來 就是因為 其實更衣室裏面 一些職員 甚至乎球員 就覺得很奇怪 明不明就續約了 為什麼搞得還未得 所以 就引伸了 以為迪基亞會離開 OK 其實 迪基亞的確是有些沙地的球會接觸他的 但是 其實迪基亞本身來講 就沒有打算走 為什麼現在 卡住了 為什麼 球會一直都不肯 正式和 迪基亞簽約呢 原來 又是 說真的 不知道是 有沒有需要地 在研究一些不同的 方案 因為 他們原本 想著迪基亞留下的話 就找一個 年輕 有potential 但是又給了一個 挑戰給迪基亞的門將 但是看樣子就可能 不知道找不到還是怎樣 但是 上個星期 曼聯都有關於這個 安德烈治 就是這位 年輕的門將 Verbregan 都有問過的 其實 他就已經差不多會轉會去巴黎頓 但是曼聯就出聲 說你可不可以先等一等 真的等了他一等 但是現在據聞呢 昨天 昨天 昨晚稍後時間 Verbicio Romano 都說 基本上都差不多 跟 曼聯頓搞定了 所以 曼聯叫他等一等 就等你一下 但是現在還是不行 還是不會 那 就 如果說 曼聯到底是想留下迪基亞 找一位年輕門將 去跟他 但是又找不到 頂一下 不如這樣 還是放走迪基亞 找軒仔 還是找另外一些門將去頂呢 因為如果 迪基亞真的走的話 我們真的要找一個正選門將 軒仔又能不能夠擔心這個大旗 因為始終去年 傷了差不多半年 但是如果要找一個 厲害的門將 又是一大塊錢 老實說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好了 今年的預算可能 真的只有1億左右 又說要買前鋒 又說要買中牆 好老實說 只是Mason Marks 一個比較上 實在的 轉會 都已經說 五千萬以上 如果只剩下1億 就剩下五千萬 如果又說買龍門 那就不用買前鋒 甚至乎現在買前鋒 都不知道夠不夠錢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我們現在的轉會團隊 應該還是一個 矩期不一定的情況 所以就未做到決定 老實說 如果 迪基亞真的在沙地 找到一個好的前途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自動作的條款 可以踢著它 拿回少許轉會費 那會不會是一個辦法呢 但問題又 變成了 我們可能要好看重 天恩 天特神 這也是可能 坦克 未能夠做到決定的一個原因 我相信 因為 其實 軒仔是不是真的好過迪基亞 或者 是不是跟迪基亞 是同一個級數呢 我想大家自己都有 大家的想法了 所以 現在真是非常之 混亂 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轉會團隊 不過這樣 很多東西 現在我們外面 看到的資訊 就感覺到很混亂 但實際上 裡面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就真的 要問過才知道 因為這些 無論我昨晚 說關於 門將的情況 或者現在 聽完 Ferbizio Romain 說的情況 都是一些資訊 訊息 我都相信 去到最 核心那裏 希望他們 已經是 有一個 idea 或者 現在只是 Plan A 和Plan B 都知道 怎麼做 不過 要做一個 最後決定 所以 Ferbizio Romain 都說 希望 未來這個禮拜 就會有更加 比較確定的情況 可以決定到 龍門 所以 現在轉回槍 已經開始了 其實 都是叫上早的 但是 一些 我覺得 一些 不是重點 但是 影響力都 幾大 例如 這些門將的決定 就盡早做了 因為老實說 這些決定 相對來說 我們控制到的 是比較多的 所以 都是我們做 有個 話事權 如果你說 買人 其實我們 話事權很低 因為要看球員 又要看對方的球會 但是這些決定 應該盡快做 還有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決定 我們可以盡快做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買球員 軒仔 原本的森林 很有興趣 但是現在 因為因為龍門 所以 快點做了這個決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決定 究竟 劉軒仔 劉迪基 還是怎樣 就可以 賣走軒仔 都撿回一塊錢 說真的 這個都幫到手 另外 雲迪 亦都好像之前 Fabricio Romano 他亦都繼續說 可能是可以 賣走的 但是問題就是 快快去定價 快快去 如果真的賣 如果 如果雲迪 真的打算走的 快快去去 做了 是不是 因為 這些進攻 總權的球員 其實都是 有需求的 你快點放出來的話 就有機會 賣到錢 是不是 但是 肯定 看他的樣子也要虧 老實講 不過也沒辦法 麥加雅 國際賽日後 剛剛踢了 英格蘭那場 應該就開始 跟坦克談 究竟他留還是走 老實講 麥加雅 如果走的話 都賣回一定程度上的錢 不過也是那句 一定是虧的 但是也撿回一些 蓮德洛夫 很多球會問 但是 坦克就說 不會賣 所以蓮德洛夫 願無意外 都會留下 另外一個 就是麥湯 Fabricio Romano 就說 麥湯一直都是 劉加素的名單上高 所以 劉加素一直都是有興趣 但是萬聯 在現在這一刻 希望可以保持 老實講 麥湯的情況 我想都是 取代 Mason Munk 因為Mason Munk 除了是一個 疑似 坦克適用的人 之外 他還是一個 英人 變了 亦都幫到 英人的名額 本地培訓 如果是的話 可能 萬聯就會 賣麥湯 給劉加素 有機會 但是老實說 早 就是盡早 跟他們談 希望談到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因為如果 我們真的買到 麥湯回來的話 賣掉麥湯 我相信 不是一個好價錢 我們就不需要這樣做 當然 如果 填補 因為我們麥湯 不止一年約 說實話 如果 如果 Mason Munk 都五千 麥湯 都應該有機會賣到 是不是 大家的情況 差不多 Mason Munk 車路市 都不是很正選 是不是 所以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例如 如果 如果 Munk 都五千 麥湯 死人 都要五千 打個和 又換回英人 我覺得 運作上 都算OK 實際上 用不用到 又怎麼用的話 就要看看坦克 OK 因為位置上 都不一樣 雖然大家都是英人 但位置上 又不是完全一樣 看看坦克 怎麼搞 老實說 OK 可能會著重點 用Fat 剛剛 昨天有個很大的資訊 安炒樂堤 就會 在2024年 暑假 正式成為 巴西領隊 所以 現在 足球界 你想想 強如 王馬 一隊這樣的強隊 他的領隊 竟然說 一年之後就走 他又接受到這件事 有時候 這個世界真的很奇怪 尤其現在足球界 很多事情 令人摸不著頭腦 無論如何 不要理人 希望我們 這個轉會團隊 現在這一刻 都是令我們 摸不著頭腦的 有些 但希望 你知道足球從來都是結果論的 如果我們 跟著 做得很好 這個轉會槍 做到一些東西 而令到我們